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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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嗯 看看 看看 看了 真香真好吃 好 你看 是太阳裸豆腾的 你看 你看 好吧 这个边用花 边花边时间 还顺便了 熬出来还好喝的 我去裸豆腾今天 今天特别热 我去裸豆腾 你看 好吧 就来喝完裸豆腾 看看 你给我十倍钟吧 这不是给我十倍钟 你看 哎 好吧你看 你看看 我忘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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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卫生又升店又升餐 哈哈 你看 对吧 哎 对这个开锅哈 太阳的肉 太阳肉 我的肉都烫的 特别好 对这个开锅 好 吃辣 太辣了 马上就熟了 啊 出去了 太熟了 哎呀 太熟了 太熟了 嘿嘿嘿嘿 超熟了 哎呀 特别的 真香真好吃 好 之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太阳能灶 最近济南温度特别高 我们都在40度左右 但是用太阳能灶就太方便了 招水 绿豆汤也包括炖肉 还有炒菜 都没有问题 还尝试了一下 绿豆汤到底做出来是红色的 还是绿色的 太阳能灶做出来的饭 速度还挺快的 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了 妈妈她本身是60多岁了 平常也比较喜欢用抖音来拍一些 日常生活里边 她觉得有趣的事情 台各地持续闷热 几乎一大早 气温就到摄氏30度 甚至是更热 全球平均温度连续12个月 创新高 台湾也刚创下史上最热的4月 根据卫福部统计 今年4月 因为热伤害就诊人数 就高达231人 相较于去年同月份 增加了一倍以上 近期6月20到6月23号 累计也有173人 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有43人 因为热伤害就诊 气象鼠今天白天也针对14个县市 发布高温警戒 其中最热的地区恐飙破38度 并且提醒未来一周的天气形态 仍然是高温炎热 午后雷震雨 未来两天 除了苗栗宜兰台东 基隆与新竹市 其他县市都有可能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民众得多补充水分 盛防 热伤害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好 您请设计哈喽台湾 我是张佳如 书丽早安 佳如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大海家早安 书丽现在就是一个字 热 热到大家已经倒不掉了 真的 很想直接 干脆就直接泡在水里 不要出来 很想说现在不是六月吗 七月怎么办 对啊 七月怎么办 这个天气热主要就是 受到太平洋高压 还有南风的影响 所以大家热到都已经受不了了 昨天最热的地方 在台北的摄子 几度 三十八度 三十八 热天 对 可是这几天 虽然热 还有午后雷震雨 对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吧 昨天的最高温 还有午后雷震雨 就是最大下在哪里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这什么天气呢 又热 又冰冰 尤其昨天最热的地方 你看看整个寒季都烤焦了 已经焦一半了 有没有 好啦 最热的地方 就在台北的摄子岛高温 昨天占上三十八度 那云林陡南昨天 是没有三十八度 不过呢 陡南这边云林这边 也是连续已经两天 都已经三十八点多 昨天是来到三十七点七 你硬是要给它四舍五入的话 它也算是三十八度的 再来呢 昨天屏东内浦这边 是三十七点八 你看看有多热 好啦 那昨天的午后雷震雨 也很精彩喔 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中部山区 到东半部的宜兰花莲 甚至台东 其实昨天都有午后大雷雨 而且尤其在中部以及新竹 这午后雷震雨是下到晚上 而且下得很晚喔 好 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雨量最多的地方 是在哪里 是在新竹的尖十 昨天总共下了一百七十一毫米 下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过后 那么这个南投的国庆 昨天下了一百一十六 可是这个时雨量你可以看到 虽然它是第三名 可是食雨量最大 就在南投的国庆 昨天很恐怖 下午四点的时候 这食雨量是破百 一百零七毫米的食雨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百一十六毫米 几乎就是那个一个小时 啪 下来的 这个是倾盆大雨 你知道吗 都很难想像那种被食雨量 一百多毫米这样下下来 有多么危险甚至可怕 那么呢 事实上昨天的第二名台东的东河 这边也下了一百三十二毫米 家如你看看 这又热又病病病病病 已经好几天了 真的 而且我们刚才在讨论 怎么下完雨还是闷热 对 很多人也跟淑莉讲 以前一场午后雷震雨之后 不是就感觉比较凉爽吗 晚上 那么感觉现在下完雨 反而更闷热 那这个问题呢 我也跟我们气象团队顾问熊哥 讨论了一下 那么最主要原因你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地方的 这个午后雷震雨下得又大又急 可是很快就过了 一下子就下完了 对 你看嘛 我们刚刚在讲 昨天南投国庆 对 它累积雨量一百一十六 可是它时雨量一百零七 是不是 下不到两小时 就这么一小时 就结束掉了 对 那这一结束掉 你看这几天 很多地方 其实差不多下一两个小时 当然有些地方下比较久 所以事实上 所谓的这个下完雨 怎么还是闷热 这重要是取决于 你午后雷震雨下的时间 长不长 原来是这样 对 如果你只是下一两个小时 你反而下雨的时候 反而把地上的热气 整个增上来有没有 对 雷震那是三温暖 有 真的 对不对 好啊 可是你一两个小时就结束 你就把热气带上来了 反而就更闷热 就是很闷然后湿湿的 对 就很不舒服啊 你会觉得这一两个礼拜 就是一个超年 超级不舒服的礼拜 可是呢 如果你午后雷震雨 你下的是比较久 你下四五个小时 下到晚上 你就会觉得晚上啊 就真的有良意喔 所以啊 这个喔 这几天有很多地方啊 就是一个小时 喔 就要叮叮叮叮叮 过了 然后就结束 反而就让大家更闷热 而且今天还要再下一波 对 今天跟昨天我看来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 太平洋高压是又在增强了喔 而且整个景线是对准台湾过来的 所以呢 这个气象鼠昨天是特别提醒啊 高屏地区 对 因为呢这个喔 今天增强 今天还算在台湾边缘 可是明后两天高压 就整个升进台湾 然后呢 刚好高屏地区啊 明天吹的风向是有点偏东南风 其实今天就有一点了啦 那明后两天更是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高屏地区啊 是处在一个被风沉降的区域范围 尤其在一些山谷河谷的地方 要注意喔 看起来会飙破38度的高温 以上了吗 以上喔 天啊 这几天啊 看起来尤其明后天高压强 午后热对流又会被抑制 所以下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 大概就在山区局部 所以呢 我看最热啊 最炙热啊 真的 大概就明后两天 这是那种很烤的 因为没有雨嘛 是烤的干热耶 烤干热 大家要做好防晒耶 大家麻烦多喝水 对…做好防晒 那个清凉小物 很重要了 很重要了喔 趕快找一找啊 反正呢 想办法让自己呢 这个不要受到热伤害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几天新闻啊 你看啊 这个不管是国际也好 国内也好 很多人啊昏倒的啦 甚至呢意外死亡 因为是被热死的 对 最近这个朝圣之路 有没有卖家 对 这个更可怕 真的… 要注意… 好 那今天星期二次来认识鸟世界吗 对啊 我们说啊 这个时候来看啊 这个熟丽的美好世界最棒了 对 清凉小鼠一下 真的啊 那呢 今天的鸟世界 我们来介绍一个 之前没介绍过的鸟 是哪一种呢 叫做枝布鸟 很有趣的名字 来…看看枝布鸟 长什么样子啊 这个就是枝布鸟 黄黄的 然后头黑黑的 那为什么叫它枝布鸟 是因为它很会竹巢 尤其熊鸟就是负责来竹巢的 所以呢 有被封为自然界的建筑师的称号 听说呢 这个时候正是它呢 繁殖的时候 所以熊鸟啊 就拼命的竹巢啊 这个竹巢呢 取决于它 取不取得到新娘 而且新娘愿不愿意 跟它生小孩 所以呢 这个熊鸟 在枝布鸟熊鸟 是很会盖房子的 但是呢 它也很麻烦 怎么说它麻烦呢 虽然呢 这样看起来啊 还不错看喔 可是呢 它是古物的杀手 而且呢 它是外来种的鸟 所以呢 它是负责吃素的 吃骨类的 所以啊 这个种啊 这个古物的这个农夫啊 哎呀 这头痛啊 看到它啊 真的很想把它驱逐出尽算了 问如何呢 这大自然啊 这个物种白白种啊 那今天呢 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让头夫 这个农夫很头痛 但是呢 这个赏鸟界啊 拍鸟的这个人士啊 最近啊 争相拍摄的 这个新的鸟 叫做呢 织布鸟 给大家认识啦 加入 好 那长期听说 我赶快把时间交给淑莉咯 好咯 外面已经去头车闲闲了 你看啊 这个阿里山生利农场 大大的太阳 晴朗 几乎没看到一片云啊 天啊 好啦 展开今天活力满满的开始吧 六月二十五号礼拜二 一开始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啊 國境之南有在下雨耶 最主要因为今天偏南风 所以呢台东啊 跟这个屏东 恒春半岛这边 清晨有下些雨 累积雨量没有太多 台东达人十七毫米 屏东满洲九毫米 倒是呢特别提醒啊 这个屏东满洲这边要注意了 食雨量有三毫米 路况安全还是多小心 那么温度上现在又是如何呢 我们也赶紧从目前温度 带大家一块来掌握 现在啊要好好把握啊 这个啊 现在啊 这个夏季的清晨早上 因为现在的温度啊 是最舒服的 你可以看到台北现在呢 是二十六度 台中也是二十六度哦 不过呢再往南走 南部的高雄 现在已经二十九度啊 现在的天气本岛都稳定 甚至花莲 还有一颗灯在这边 花莲呢现在呢 是来到了二十五度 离岛来说的话 马祖金门云多了 澎湖呢也出太阳了 那么马祖二十四 金门二十七 澎湖的话呢也是二十九啊 那么今天呢要特别注意 不下雨的时候紫外线好毒辣哦 今天比昨天还要毒辣 因为呢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预报上是危险等级的区域 范围扩大 从花莲以南还有呢 嘉义以南 甚至到离岛的金门 以及呢 澎湖全都是危险等级 那么呢在这个嘉义以北啊 还有呢 宜兰以北是过量等级 无论如何大家防晒小帮手 要记得戴哦 那么整体的天气变化 从卫星云图也可以来看看了 这个天气上来说 这高压呢 开始又要增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啊 哇 空空的有没有 很晴朗 这个整个范围都是 太平洋高压的湿力范围 今天的高压来到了台湾的边缘 那么因此今天吹的 都还是属于比较偏南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艳阳高壮热力四射 可是呢 今天的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还算是比较大的 我们来看看咯 就今天的雨区预报来说 今天午后对流同样的 都还是从啊 中部山区发展出来 往北扩 甚至扩及到平地 那么今天呢 整个降雨热区 除了像是南投啦 还有呢 这个北部啊 新竹 桃源山区之外 大台北地区 还有呢 包括宜兰花莲 以及啊这个云架地区 今天都会有下 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局部地区 还是会有大雷雨 甚至有些地方雨啊 还是会下的比较晚 甚至下到晚上去了 从地面天气图当中呢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有没有看到这太平洋高压 这整个极限 就是这样对准台湾 明后两天就升进来了 因此呢 受到高压抑制啊 对流的影响 明后两天啊 这个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就缩小了 可是呢 热啊 很热啊 今天来说的话 气象鼠疫已经开始呢 警告啊 这个高屏地区要特别注意了 我们就要来看看了 今天的高温资讯的部分 当然了就云林的这边啊 今天呢 在灯号上是属于红色的 因为已经连续两天 是呢 已超过三十八度的高温 那么事实上今天 除了云林之外 屏东啊 也要注意 不排除有些地方 同样有机会上看三十八度 那么呢 其他地方啊 橘色的地方 代表已经连续两三天 都已经呢 突破三十六度 甚至以上的高温 因此呢 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多喝水 小心热伤害 赶快来看看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 温度预测咯 首先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 三十三到三十六度 今天呢 热但是还好 还有午后雷震雨啊 那么呢 中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是在三十四到三十六度 那么山区雨又大又急 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那么南台湾 今天的高温 则是三十四到三十六度的高温 那么东半部 则是三十三 而三十二到三十三度左右 离岛地区来说的话 今天的高温 则是在三十到三十三度之间 因此最后 熟地同样要特别提醒大家 多喝水 多防晒 小心热伤害哦 时间再交给家如